意料相关看到这以为是单纯的味觉丧失 但原来竟然是肝坏掉了 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子 他因为吃任何东西都觉得没有味道 一开始还以为是得了诺罗病毒 但吃肠胃药也没有改善 就医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感染了急性的A型肝炎 另外还有一位是罹患第三期食道癌的男子 有医师就分享他因为天天吃番茄 至今已经5年了都没有复发 以前一点辣都吃不了 现在整包辣粉狂撒都快盖住食物 还是觉得不够 就连吃烤肉狂刷酱也觉得没什么味道 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为味觉异常 持续恶心呕吐到诊所就医 原本以为是食物中毒或者是怒罗病毒感染 但是在吃的肠胃药还是没好转 就医检查发现是感染急性A型肝炎 肝发炎指数更是标破前 那影响我们口腔的味觉 它跟很多微量元素有关 肝上有时候会主管这些营养的 新陈代谢跟吸收 那有时候在急性肝炎的时候 有时候突然的微辣民B12下降 会心理直缺乏 它就会让你嘴巴的辨识度就会下降 像是慢性肝炎或者肝硬化 也会造成味觉失调 只要发现味觉改变 就要警觉有可能是肝脏出问题 而随着不少炎症 癌症越来越年轻化 还有一名疑似因为爱喝热糖 罹患第三期食道癌的男子 除了积极治疗外 医生也分享他靠着天天吃番茄 已经五年都没有复发 番茄有很好的茄红素 不管是动物性的研究 或者是细胞体外的研究 它都有看得出来 对于一些癌细胞 有一个抑制增殖的一个效果 它会有很好的维生素A 不管是粘膜的修复 或维持粘膜的完整性上 尤其像口腔粘膜 或者是消化道的粘膜上 都有它的一定的效果 像是跟粘膜有关的癌症 包括口腔癌 大肠直肠癌等 平常也可以多补充 维生素ACD1 还有心 可以帮助修复粘膜跟细胞再生 对抗氧化或多或少 也有效果 记者未停于领域都报道